随着科技的进步 飞行器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尤其在军备方面 夺取制空权就能掌握战局走向 近年来各国都在积极研发新一代战机 但中国却见走偏锋 搞出了一些特殊飞行器 看似不亲眼 实则能发挥关键作用 猎鹰拖击悬翼机就是其中一款 猎鹰悬翼机最早现身于201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 其外形看起来像直升机 但原理却完全不同 被击中后仍能安全降落 因为和地面三轮车比较像 所以也被网友戏称为空中三蹦子 小编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 网上某些自媒体频道把中国的猎鹰悬翼机 贬得一文不值 说它就是个垃圾 正好前些天 央视播出的军事节目中 在荧幕上沉浸了三年的空中三蹦子 再次亮相 并且武力获得了巨大升级 本期影片 小编就把最新的资讯整理出来 是不是垃圾 请看完之后再做评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 读懂中国故事 在宽体直8运输直升机 直20多用途直升机 相继问世的当下 这款仅能搭载两人的小型悬翼级 在刚刚现身时 就被许多人所不理解 毕竟 谈到空中特种作战 美国基于黑鹰改装而来的MH-60M 特种作战直升机 单次出击 能够搭载一个美式标准九人步兵班 还可以试情况 在机舱两侧安装两门M134型 7.62毫米加特林机枪 机头下方安装阿帕奇同款两门M230 30毫米电炮 以及加装特殊挂架挂载4个M261型 70毫米16连装火箭弹发射装置 或者16枚AGM-114地域火反坦克导弹 美国用于特种作战的MH-60M直升机 总体火力可以说堪比经典重型武装直升机 而说到轻型特种作战直升机 美国也有能够搭载4名战斗人员的MH-6小鸟直升机 且同样火力不俗 在执行特种作战和火力支援任务时 能够挂载两门7.62毫米M134加特林机枪 或者两门12.7毫米重机枪 以及两个气炼装火箭弹发射器 或者4枚反坦克导弹 妥妥小五值 与之相比 国产空中三蹦子算上驾驶员 也仅能携带两人 早期版本似乎还无法携带任何武器 但是从阅兵式上空中三蹦子的亮相 又不难看出 其装备规模应该很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中国陆军为之青睐呢 杨氏的报道给出了答案 在前不久的CCTV7国防军事栏目中 空中三蹦子态势感知 加火力武器升级版公开亮相 对比以往亮相的空中三蹦子 此次解放军展示的新轻型悬翼 出现了两大变化 首先在机身两侧出现两组四枚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虽然从外观来看似乎是很简陋的改装 但是作为一款最大起飞重量 只有美国MH-6小鸟直升机三分之一 只有半吨重的超轻型悬翼机 能够实现多达四枚反坦克导弹的加装 本身就不是什么意思 而且从目前仅有的几个细节 尽管难以分析出新轻型悬翼机的反坦克导弹型号 但是结合新轻型悬翼机250公斤的载重水平 排出两名全副武装总重的解放军士兵 平均重量在177公斤左右 剩余载重只有73公斤的超轻型悬翼机上的反坦克导弹 显然不可能是5直10同款弹重46公斤的AKD-10反坦克导弹 从超轻型悬翼机的导弹外形和口径来看 小兵推测 这是解放军某款单兵反坦克导弹 轻量化发射筒后登机 而弹重17公斤的红箭12还是太重 且根据导弹弹头呈圆形 无碳杆设计可以排除红旗9和红旗11导弹 在排除以上导弹后 新型悬翼直升机两侧挂载的4枚反坦克导弹 应该就是此前亮相外贸展台的JAM-100 轻型反坦克导弹自用版 弹重仅13公斤 最大射宠超4000米 能够击穿800毫米的等效装甲 所以胜任打击出国产99A和俄罗斯T-14主战坦克外 是借其他国家主战坦克的任务 而除了加装4枚反坦克导弹 导弹引导所需的观瞄装置自然也不能落下 可以注意到 为了确保4枚反坦克导弹的引导和瞄准射击 在新轻型悬翼机的机首下方 还出现了一台光电瞄准设备 从光电瞄准设备的外形和窗口设计来看 新轻型悬翼机的光电瞄准设备 应该是从翼龙2上驾机而来 而非是5直10和5直19即是下放 若猜测属实 那么意味着新的轻型悬翼机 将拥有至少25公里的探测距离 这足以帮助新轻型悬翼机提前发现 主战坦克乃至近程防空导弹系统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轻型悬翼机机舱内驾驶员面前 也有一块巨大的显示屏幕 显然是为了用于瞄准和获得侦察情报 这两款航电设备的加装 不仅能够保证星空中悬翼机 能够在敌方主战坦克视野外 进行光电搜索和先敌瞄准射击 还可以极大的提升星空中悬翼机的侦察和情报搜索能力 使得其可以更好的胜任特种作战 不可否认的是 即便新轻型悬翼机经过如此改装 依然存在着防护低火力弱载荷少等问题 但是在看到这些超轻型悬翼机固有缺点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看到新轻型悬翼机存在的大量优点 第一就是造价非常低 目前民用市场的超轻型悬翼机普遍低于1万美元 即便考虑到军用超轻型悬翼机 需要采取军标设计 应用更优质的材料和发动机系统 胆机造价称似也就3万美元 而美国陆军断MH-6小鸟直升机 胆机造价1600万美元 几乎是国产新轻型悬翼机 预估价格的500倍以上 至于能够搭载一个步兵班 火力堪比重型5直的MH-60M特种直升机 胆机造价更是高达5000万美元 是中国超轻型悬翼机的1600倍 第二解放军超轻型悬翼机不仅造价低 噪音还非常低 十分适合渗透任务 根据目前中国警察正在使用的同款悬翼机演示视频 其噪音水平仅相当于摩托车 而像美国黑鹰这种传统的通用直升机 本身发动机和悬翼噪音就大 在环境噪音较低的时候 几公里都能听见其悬翼的巨大破空声 以及发动机轰鸣声 很容易被发现 而且无论是黑鹰还是超轻型悬翼机 在现代防空体系面前 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难题 只不过解放军的超轻型悬翼机 射到射击的限制 走的是静音避免被发现的路线 而美国特种兵直升机 往往选择加装硬件防护 以及红外对抗措施 用来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设计 虽然解放军的静音路线 缺少经过验证的实战经历 但美国黑鹰直升机防护路线 经过实战检验 也并没有好到哪里 单兵防空导弹和防空炮面前 两款飞行器其实是平等的 甚至反而是超轻型悬翼机的静音路线 更具发展潜力 比如美国陆军 目前正在发展的S97和贝尔360 等新一代多用途直升机 都十分注重静音水平的打造 以避免被地面上的防空系统提前发现 提前打击 第三解放军的新轻型悬翼机 对操作要求其实非常低 国内许多民间牛人 就有自己改装制造悬翼机 自己成功驾驶飞行的案例 换远至布置特种部队 较大编制的陆军部队 也可以选择引进相当规模的新轻型悬翼机 并根据需求加装各种不超过最大载重的导弹机枪 以及其他作战武器 同时对基层士兵进行简单培训 用于提升地面部队的机动性 和非常重要的反坦克作战能力 结合俄乌冲突 乌克兰军队游击战 对俄罗斯补给的影响 再加上解放军历史悠久的游击战传统 以及解放军士兵出色的小组作战能力 空中三棒子的大规模装备 绝对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中国陆军 在作战上的灵活性 并助力解放军打造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 一直都未能实现的空中起兵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小编给你讲解的空中三棒子 你还觉得他是个笑话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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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